将一把既有绳子的锁头搭在支架上,紧接着松开绳子,此时有趣的现象发生了,随着锁头的不断坠落,另一段绳子在接触到支架后,立刻转起了圈圈,把即将落地的锁头给拉住了。 当然如果想玩点刺激的,你也可以将锁头换成哑铃片,让小伙伴平躺的下方,相信在松手的那一刻他一定会感觉到心跳。 而雅琳片也停止位置,仅仅距离小伙伴的身体只有10公分,那么问题来了,为什么在中午下坠的过程中,另一端的绳子会缠绕在支架上,抓住中午不放呢? 事实上,它被称为徐环柏,仔细观察的小伙伴们应该能够发现,刚刚的两个实验在拖拽绳子的时候,都有着一定清晰角度,这便是发生后续现象的原因,它导致了不断下坠的绳子,即使与支架发生了缠绕,此时所产生的力就相当于脚盘的作用,它会在摩擦力和张力的双重作用下,阻止中午的下落。 当然,如果你的运动过程并没有看清楚,我们还可以在绳子末端爆上一个荧光灯,在红暗环境下就可以轻松看到循环柏的运动轨迹了,正是基于此原理,消防员们将这种运动轨迹进行了改变,延伸出了丁箱节,在应急救援中起到了不小的作用。